105年金银奖 最佳女运动员奖 入围的有 许淑静 再次入围 然后其实自己也非常的开心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坚持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教练他们对我的照顾 然后还有家人的支持 背后都要有很多团队一起为我加油 然后一起帮助我才能创造一个奥运金牌 每天刻苦 然后按照今天的课表这样一天一天的训练 然后坚持每一天 慢慢的累积的话 就能创造自己最好的家籍 在02年的时候是获奖到最佳女运 然后今年是入围 然后因为中间有受伤过 所以我那阵子是非常充满了正面的能量 代表说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又充满这个荣耀 所以就觉得替自己也蛮开心的 自己既然全择坚持道运 那就要坚持道运 郑宁静 世界排名第八 今年首次代表台湾参加里约奥运的桌球女将郑宁静 一路奋战 姬勇夺第五名 不仅创下个人新高 更突破了台湾本土女子桌球记录 在2016年 积极参加日本、德国、匈牙利等国际公开赛 获得几军表现卓越 卢晓晴 卢晓晴职业生涯积极参与国际赛事成绩优异 今年也不负众望 在2016年 日本LPGA东海精英赛 LPGA大金兰花女子赛 接拿下冠军 旅日比赛表现精湛 更勇夺中国信托女子公开赛冠军 并代表台湾参加本届离威奥运 为国争光 谭雅婷 我觉得能够入围这个奖 我觉得真的是对自己是一个肯定 非常感谢就是教练 因为一直教练都是在后面看着我的人 那他很清楚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指导我 对 鼓励我 然后让我能够慢慢的就是在往上走 队友之间里 不管今天你状况好或不好 我们大家都会互相的就是鼓励 一直以来其实家里给我的支持非常大 他们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 你既然选择了射箭 那你就要一路坚持的走到底 好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次入围 最佳女运动员奖的入围者 好 在入围者当中呢 今天来到现场的一共有三位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镜头给他们 首先第一位郭信纯 跟大家会会手好吗 欢迎信纯 刚刚已经先拿了一个奖项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问题也希望幸存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提到幸存这位选手 其实我会有想回馈的心事就是从我接触体育以来我是接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跟支持 然后那时候当初我是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我现在有能力的所以我选择在帮助更多人 是 今天有学弟学妹来吗 有没有今天 同学 欢迎你们同学 欢迎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幸存不只是场上的力量 他内心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 那今天可以走到的季步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谁 当然是要感谢我的教练 他今天虽然没有得奖 但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就是最佳的教练 哇 谢谢林教练 好 此刻心情如何 我想因为教练其实很喜欢受访 但是我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给他讲一小个心得 好 那我们也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教练来讲一下 此刻我们在揭晓这家女运动员之前 请教练帮幸存讲些话 虽然都已经知道这奖项是属于谁 但是内心还是很期待 真的发生 虽然大家都知道已经发生了 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 因为淑敬说真的 很像发表感言 说真的两届奥运金牌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也代表着我们整个运动团队 后面的运动团队支持的人 真的非常不容易 有非常不容易的人 才有带领非常不容易的教练 然后成就非常不容易的选手 谢谢 谢谢教练 谢谢 好 那么女运动员 我看到有一位一直在整理她的头发 应该等着你来访问她咯 把麦克风交给许淑敬 来 许淑敬跟全场挥挥手一下好吗 好 提到淑敬 当然她在这个奥运会已经拿下累积两面金牌的成就 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更重要的是其实她在国训中心 她也非常乐于提息带领 其实年纪比她更小的运动员 甚至跟她住同一个房间的运动员 会叫她妈妈 非常的依赖她 各位讲一下 其实你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更小的运动员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自己已经走到这个地方 这么高领域的话 就是也要培养一些后辈选手 然后一直就是不要有断层这样子 是 没错 也很懂得回馈在帮助别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接下来你也很希望自己在体谈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呢 目前目标应该是明年的世大运 是 世大运 我们就可以在台湾看到她的好表现 继续加油好吗 谢谢 谢谢淑敬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再把麦克风往旁边 再传两格 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谭雅婷 我们的射箭好手谭雅婷 我们就继维持了 好 雅婷今年也是在国际场上表现非常的优异 包括呢她在这个世界射箭大奖赛的有三战当中 都是维持前三名的好成绩 里约奥运她个人项目也拿了第五名 团体赛还拿了铜牌耶 对你来讲今年是不是一个非常丰收的一年 对 因为今年同时就是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有受伤 对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运动员 我不能因为被就是自己的伤势给击败 对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 我要与伤共处 然后去参加接下来的每一场国际赛 对 哇 这样的精神真的是非常的好 谢谢雅婷 好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感谢的人呢 你觉得今天今年有这样的丰收的成绩 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的教练 尼达是教练 他就在我的后面 哦 再一次提到了教练 就是在我受伤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很低潮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 那在这段期间中其实就是教练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一直在跟我开导 然后告诉我说受伤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那也教会我就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治疗 对 然后要怎么样与伤共处 对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教练 要不是因为有教练 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绩跟成就 谢谢教练 好 那接下来你会不会再给予自己什么样的目标呢 要迈向接下来的这个赛程 现阶段的话就是要准备明年台湾所办的世大运 对 不管是在个人或者是团体项目之中 我希望可以把金牌留在台湾 哇 也是相当的坚毅 明年世大运很多的看点 也谢谢你 谢谢谭雅婷的分享 好 当然啦今天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尼大志教练 是不是也把麦克风也给教练一下 你所指导的学生今年要角逐最佳女运动员 对不对 也帮我们讲一下她对于谭雅婷今年的表现 诚如刚刚林教练所说的 虽然结果我们大家都预测得到 但是林教练 蔡教练 待会如果不是许淑进怎么办 开玩笑 但是我想能入围这些选手 都的确非常优秀 而且我们平常在整个训练中心 在训练的过程大家都互相看得到 而且这些孩子都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努力 所以他们今天的成就的确都已经受到肯定了 待会不管是谁获奖 那我想就是鼓励和这些我们台湾的精英选手能够继续努力 那么为明年的四大运 接下来的亚运奥运不断的为国家争取更高的荣耀 谢谢 谢谢林教练 我们刚刚看到一连串都是女生展现他们无比的力量在运动场上 那怎么能够忘记这支团队呢 尽管今年他们并不是入围的最佳女运动员 但是今天大会我们也非常希望 让这支团队的代表可以来说说话 就是我们的拔河队 哇一口气拿下了六面金牌 我们拔河队的队长在哪里 我们的队长拔河队的队长在哪里 我们也欢迎他 我们让麦克风也给一下队长跟我们聊一下 你们今年杰出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能有今天的成绩 就是成如刚刚所有各位教练还有选手 甚至是运动团队的就是大家所说的 就是成功来自于坚持 解除来自于付出 然后大家会有这么优秀的成绩 都是因为背后有默默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也感谢我的教练 谢谢 既然都聊开了 那就继续大家一起聊好了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景美台师大的拔河联队的代表来接受访问 那另外我们的排球女将不得了 对 这个今年的表现 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排球队的队长在哪里呢 掌声欢迎他 首先我觉得能入围就是对我们的肯定 然后谢谢 就在这里也要谢谢 就是在背后支持我们人 然后其实整个女排不是只有我们这12个 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手在中心就没有过来 这样 然后其实在 我们也是一起努力走到这里 然后也很谢谢教练们 给我们的教导 然后还有谢谢协会的支持 谢谢 谢谢 也恭喜我们的中华女子排球队 今年在亚洲东旭女子排球锦标赛当中 拿下了冠军 谢谢你们 恭喜 好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来到现场的运动员 都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他今年一整年的心情 当然 在体操场上 我们怎么能够漏掉这一位呢 李志凯 来跟大家挥挥手 可能你对他的印象有包括在电影里面的菜市场看 当初他许下愿望要进军奥运对不对 成功了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一路上来很多人收到很多人的帮助 对 然后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教练 对 因为从小就是教练一路把我拉拔到大 如果没有教练就没有我 对 所以我很谢谢教练 谢谢 而且今年也是必须要克服一些伤势 然后前进到奥运这个殿堂 对不对 因为刚好在奥运前的一个月 刚好发生了受伤 发生脚踝的骨裂这样子 然后也是有教练 然后还有国训中心的帮忙 然后还有家人在背后一直支持着我这样子 然后刚好就可以赶上比赛 然后最后踏上奥运的殿堂这样子 好谢谢李志凯也继续加油谢谢 尽管那时候教练有讲说 他是提前快速达标达成的进军奥运 我相信接下来他还是可以持续朝这个目标继续来迈进 我们也期待继续看到你在场上奋战 谢谢 好还有一支团队 非常的帅气 跑得最快的年轻人 今天就坐在我们场上 他们非常不好意思 低下头来 四个人同时的把头低下来了 对因为这个 杨俊翰等一下有机会让他讲话 我们把这个说话的机会让给队友好吗 我们由俊翰来点一个队友 代表你们四百接力的这个团队来代表发言 来我们请把麦克风交给选手一下 好 好 今年呢这样子的好成绩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彼此团队的合作 首先谢谢就是三位队友 一起努力了这么久 毕竟因为我们成军其实很快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就组起来 然后就能够有那么好的默契 谢谢各母队的教练 因为我们是从不同地方 然后瞬间举起在一起 然后组成了一支队伍 然后就是 非常谢谢各位幕后的支持 然后还有最后谢谢教练 曾孝神教练 非常谢谢他 因为他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团队 我们也很想起这个教练 能够带领我们去亚青越南 然后事情 能够 虽然最后事情没有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目标 但是 能够踏上世界的舞台 我已经非常谢谢各位对我们付出努力 这样 谢谢 但是参赞给我们优秀的运动员 我们的四百公尺接力赛在亚青田径锦标赛当中呢 男子四百公尺拿下了金牌 恭喜你们 不过呢 在这个阶段呢 跟所有很多的运动员一起来聊一聊之后呢 当然还要是要再回到我们这个阶段 要来颁发最佳女运动员奖 这个奖项呢 揭晓跟颁奖 要有请到我们教育部潘部长 来